曾吉祥共享園区 屏東一八五站 食物銀行即倉儲中心據點 在23日正式落成啟用 台灣希望一工團 在善心人零星案 300多萬元的捐款支持下 運用三週假日的六個工作天 完成二層樓的倉庫與辦公室 目前各項物資開始入庫 希望能服務更多弱勢家庭 我們希望 我們蓋的不只是一個建築物 我們蓋的是一個希望 是一個讓這附近的小朋友 不用再挨餓 我一定會盡我的心力 讓這個食物銀行 發揮它該有的一個功能 怎麼樣把部落的行動也做起來 食衣住行 我一定會善用 好好的利用這個空間 讓它可以發酵 讓它可以幫助更多人 曾吉祥協會 希望能將服務範圍 擴大至南部偏鄉 期盼有效運用慈善物資 協助中小型機構 學校 社區及部落等 設置共享園區屏東一八五站 目標是照顧屏東縣一八五線 沿山公路周邊鄉鎮的弱勢族群 提供各項民生物資 讓他們生活不予匮乏 今天這個銀行十一住行 也會有醫療器材 希望每一個孩子都可以健康的長大 每一個老人都可以被好好的照顧 希望能夠公私協力 能夠真的完成食物銀行最大的消除貧窮 解決食物浪費的這個問題 平縣府表示地球的資源有限 食物浪費不僅造成經濟損失 也加劇氣候暖化的危機 透過推動息食 蓄食 不但能有效運用資源 還可協助弱勢民眾等到溫飽 讓幫助到達社會上每個需要的角落 原是宣哥舍 屏東萬軟採訪不到